FinalSAR即将升级到1.0.4 这次升级是一个比较大的升级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升级主要有哪些方面的改变 首先呢 我们在菜单这里增加了一个工具的菜单 我们来看看第三项 安装PEX-UP2字幕插件 一旦你点击这个继续 输入管理员密码 我们的这个TEX-UP2的第三方的字幕插件 就会自动安装到FinalCut Pro的插件目录里面 那现在我们来到FinalCut Pro 在这里呢 我们将会看到有一个Sepherical Text 这个TEX-UP2就是一个免费的第三方的插件 下面这个TEX-UP2 Pro就是一个收费的专业版 但支持更多的功能 让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UP2有些什么样的特性 我们非常建议 强烈建议 一定要安装这一个免费的插件 首先呢 它是原生支持这个 这个夹黑描边或者夹各种彩色描边的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它的控制这里呢 它的这个垂直可以位移 水平呢 也可以位移 当然现在是居中 如果你改一改居左的话呢 你可以移动它左边起始的位置 这样呢就不需要拉住这个字幕来进行位置的调整 FinalCut 1.0.4增加的第二个功能呢 是原生支持FinalCut Pro的双行字幕 那我来做一个演示 首先呢 我们还是非常建议您 用这个TexApp2的这个插件 来创建你的字幕的样本 因为这样会减少 以后产生各种问题的情况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来增加一行字幕 假设它是有两行的 有一个中文 好 我们来看看效果 好 然后我们来到FinalCut 1.0.4 获取一下 我们当前的序列 大家可以看到呢 SampleTex和样本文字都进来了 但是呢 FinalCut 1.0.4 是这样来处理这个换行的 用一个 这个 这个隔断来 作为一个换行的一个标志 好 那我们在这里呢 稍微修改一下 然后再发回 FinalCut Pro看看 FinalCut Pro能不能够正常的 检测到 我们的回车 好 增加的顺利两个字 已经很正常的回来了 如果我们已经拿到了一个 双行字幕的一个文本 类似这样 一行英文 一行中文 一行英文 一行中文 那我们要怎么样 把它拍取时间码 拍到FinalCut Pro的时间线上去呢 首先呢 我们要Copy 复制 所有的这些文本 然后呢 在FinalCut里头 把它粘贴进去 好 FinalCut 1.0.4呢 提供了一个转换 转换成 双行字幕的一个功能 我们继续 好 这样子呢 它把所有的中文呢 都提取到了英文的这一行 然后呢 以一个隔断来隔开 这样子以方便FinalCut Pro来认识这么一个回车 那我们来试一下 把字幕拍出来 时间码拍出来 每台新Mac都预装了Bootcamp 让你能够原生启动 并运行Windows 就像PC一样 为于使用 OK 假如我们已经拍完了 然后我们发送回去FinalCut Pro 让我们来看一看在FinalCut Pro里头 它是怎么样 显示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得到 刚才我们的 英文和中文的字幕呢 都很正常的 以双行的形式 显示在我们的时间线上面 这就是制作双行字幕的一个 最新的工具 FinalCut Pro 1.0.4呢 增加了另外一个功能 也就是转换各种不同格式的时间码 有时候呢 我们会从别的地方 获取一些类似这样的时间码 字幕文件 然后它的时间码和它字幕的一个形式呢 跟我们FinalCut的那个标准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可以利用FinalCut的这个新功能 来对它进行一个转换 大家注意 在这里除了时间码的格式和我们不一样呢 另外 那么这个地方用了两个斜杠来代表一个回车 好 OK 那我们可以复制 所有的内容 然后呢 连贴到我们的FinalCut里面来 在工具这里呢 选取转换时间码格式 好 大家可以看到 FinalCut被我们自动的转换好了所有的这个时间码 而且呢都可以跳转 另外呢 两个斜杠呢换成了我们FinalCut自己的这种隔断的标志 好 我们把它发送回FinalCut Pro看一看结果是怎么样的 OK 好 这个字幕特别多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密密麻麻的 所有的字幕呢都很正常的 来到我们的时间线 FinalCut 1.0.4还解决了 STL文件输出到DVD Studio Pro的时候有乱码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呢我们将文件导出STL 我们把它放在桌面 Output 然后我们回到DVD Studio Pro 在它的字幕轨这里的按鼠标的右键 Import Subtitle File 然后找到我们刚才输出的 Output.stl 好 那这样子呢我们就 所有的字幕呢都非常完美的来到了我们DVD Studio Pro的时间线上 FinalCut 1.0.4还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功能 也就是导出TextScript文导 这个是用于Adobe Encore来制作DVD字幕的时候用的 那我们来看一看 在文件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增加了一个导出TextScript文件 我们把它存在桌面 好 我们来到Adobe Encore的这个界面 在它字幕轨这里呢 按右键 Import Subtitles 选择这个TextScript 然后把刚才我们导出的 文档 Open 好这里呢当然就是要您设置一下字幕的一个位置啊字体啊之类的 好我们来看一看结果 好非常顺利我们的所有的字幕呢都很正常的来到了Adobe Encore 而且呢所有双行的字幕都很正常的显示在这里 这就是FinalSAR1.0.4增加的五个功能 一键安装第三方字幕插件 原生支持FinalCart Pro双行字幕 转换各种不同格式的时间码 解决STL文件输出到DVD Studio Pro时乱码的问题 最后呢 增加了一个导出Adobe Encore TextScript文档的一个功能 谢谢观看